这个门不当户不对呀 他这种婚姻真的能够有神圣的爱情在 就会超越这样的门户之间 长久之后我对这个事是怀疑太多 其实你琢磨琢磨 中国人几千年来生活下来 他要总结出了一种能够大行其道的社会规范 他一定有他当中的道理 当然由于时代的变化 有些东西是历史的糟粕 咋要抛弃掉 可是他必定有合理的内核能留下来 门当户对不是一点道理没有 他这个道理 他爸爸当官的 家有钱 这个穷小子呢 农村来的 一无所有 结果两个人都好上了 女方家庭不同意 那既然结婚了 成了女婿了 成了姑爷了 那这老丈人也不能袖手旁观了 得关照这个女婿事业的发展呢 她的事业好起来了 你就想想两口在家里 这哪有舌头碰不着牙的 锅碗瓢盆碰到一块 俩人吵架 往往这女方啊 就会说这样话 你有什么可没的 你敢欺负我 要没有我爸 你能有今天吗 你这一切不都是我家给的吗 作为个老爷们啊 听这话脸上无光光 这个就是说 如果一旦 门不当户不对 双方家庭差距比较悬殊的话 哪怕是 兴趣爱好两个人能合到一块 都会给日后的婚姻生活 埋些一些不好的东西 有人说你说这不对 老梁 那过去俩人地位相差大的 那知识分子跟大老初结婚 那不也过得挺好吗 大家看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边 那施光荣和楚秦 楚秦是个小子 施光荣大老初不识字 你想想在那个年代 楚秦嫁给施光荣是完成政治任务 解决手掌的个人问题 我是三十二师 183团 团长 我今天是带着任务来的 你也是带着任务来的 什么任务啊 哎 到这来的都是这任务来的 他们跳舞 找西方结婚了 啊 我可不知道这个任务啊 你要跟现代社会 怎么可能还有这个事呢 而且他俩结婚 你看那个穷草恶斗 施光荣不讲个人卫生 魔物屯的亲亲来了 把屋子里造的乱七八糟的 这个处刑呢 只能忍 因为那个年约 你要离婚的话 那不是个小事 我给你拿下啊 那么到现在呢 这个社会也开放了 人更加强调个人的感受 和个人价值的实现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没有人愿意忍这个事 所以我们越是走进这个新时代 与时俱进 越要强调门囊户队里头 合理元素的应用 有的时候你看 美满和谐的婚姻呢 不是说两个人志同闹合 你干啥我也干啥 不是 而是什么呢 双方对生活目标 有一个相同或类似的认可 一个成功的男人 身后总有一位伟大的女人 达到引力安明扬四海之前 曾在家无所事事 达七年之久 这期间 全靠他的妻子 林慧家外出工作 养家糊口 妻子不仅对失业在家的 李安毫无怨言 而且就在李安打算放弃心中的理想 找其他工作养家时 林慧家又把他打骂了一顿 鼓励他坚持到底 在妻子的权利支持下 折服多年的李安终于破茧而出 1993年 他凭借喜宴摘得柏林电影节金雄奖 迎来了自己的电影春天 所以我们说现代意义上的门当户对 不是那些说臣服的你家干什么 我家干什么 一个现在物质享受的泥潭当中 一个是要追求一点精神世界的享受 这怎么可能凑在一起呢 那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说 哎呀老梁你说这有点残酷 照你这么说婚姻 起不成了 拿出算盘 劈里啪啦打一通 两边球的平衡 就弄一块去了 哎你说那还真没错 爱情和婚姻不是一回事 爱情是突发的 呼一下这火就着起来了 可是他着的快 他往往灭的也快 他尝不了 就那种特别炙烈的爱情 不可能维持一辈子 他终究会转化成一种平平淡淡的东西 那么婚姻恰恰就是这种平淡形式的一种延长 所以这一点就决定了 在生活形态当中 婚姻是平淡的 哎 爱情是火热的 如果你要想在婚姻里边 始终寻找火热的爱情 那你基本上会失望 你要有一个人讲那么一个笑话 就说你怎么区分 这是两口子 还是谈恋爱的 就是结婚的 还没结婚的 你看他俩在这个餐厅里吃饭 一男一女啊 吃完饭之后呢往外走 这女的走急点来 一脑子创波里门上了 哎呦 创疼了 捂着头 这时候这男的过来 哎呀宝贝啊 你咱这别疼啊 我给你揉揉什么 这准事还没结婚 说结婚什么样呢 砰 撞玻璃门上 这男的过来指着他一瞪眼 你瞎呀 你不看点 这是两口子 当然这个笑话有一点极端 但却把我们生活当中啊 这个婚姻状态的常态 而且婚姻呢 它和爱情不一样在哪呢 两人相爱 可以什么条件都没有 对眼 一见钟情 这就够了 所以有人说这叫爱情至上吗 它可以打破一切世俗的这种束缚 可是婚姻不行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 婚姻却是两个家庭 甚至两个家族的事 所以婚姻里头呢 它必须要满足两个人一种基础的需要 因为我们不是在一块待一阵 我们是要过一辈子 那过一辈子 我就得把一辈子一些现实的东西 挪到婚姻考量当中 你看 我们叫搞对象 可真正走进婚姻 有个词 叫择偶 选择的择 配偶的偶 择是什么 挑 简 琢磨 对比 考核 这才叫择 那用什么考核呢 咱们做个形象的比喻 这个婚姻呢 就是一杆秤 反正天平吧 两边咱们做过实验子 两头是砝碼 这是一杆秤 这杆秤上呢 这边男方 这边女方 那么怎么衡量呢 我举几个简单例子 你看 婚姻这杆秤在这儿的 假如说这是男方 这是女方 男方呢 往上一搁 我呀 身高一米八 你看 够个了吗 女方 我长得挺漂亮 啊 天平平衡了 这男方再往上填 我呀 身体健康 积极向上 女方加一个 我温柔贤惠 贤其良母 哎 又平衡了 这男方加 我家里都挺有钱 有房有车 这女方说 我家里挺有知识 我爸是大学教授 哎 又平衡了 这男方说 我现在啊 是副处级 隔两年可能正处 副厅 我上去了 这女方说 我现在只称啊 是讲师 隔两年副教授教授 我也有知识 有社会地位 这有平衡了 所以其实你考察 两个人能不能走进婚姻 就是这些砝码 不断在两边里加的基础 加来加去呢 大致平衡 哪怕谁高点低点 无所谓 但是你要这样 那可不行 那么这是一种正向的 一杆秤思维 怎么能让它平衡 还有逆向呢 逆向就是什么呢 挑双方条件不咋地的地方 进行平衡 这个怎么比呢 我在酒里的 婚姻是一杆秤 在这放着呢 女方跟男方横梁 女方呢 他罗圈腿 男方说 那我有点那把字 你看 这我平衡了 女方呢 我家里头很困难 这男方说 我母亲窝床不紧 你看 一个有病 一个穷 这也平衡了 像这样的方式 这叫逆向的一种平衡 双方得装这个 你把这个女方 她是说 我呀 长得不够漂亮 岁有点偏大 男方是家一块 我是第二婚 还带个孩子 逆向 他也是这样平衡 如果双方的条件 这个好到这儿了 这差到这儿了 俩人一般 什么时候走不到一块 所以我说这个 爱情和婚姻不一样 婚姻它是一杆秤 它是双方 各种社会因素 综合衡量的结果 这个衡量 它不同于恋爱 你看我对眼 我看你对眼就完了 真走进婚姻了 那爹妈都得参与 咱们有的父母 平常你看 说别人家孩子 爱情至上 有了爱 这个世界上都如何如何 真轮到自个孩子 你觉得下不了那决心 咱们为什么有个说法 叫丈母粮推高房价 重新闻 不可能 你觉得下不了 那我看你 谢谢大家